你听说了吗?中轴又有新盘入市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个从摘地就备受关注的项目 除了在南海中轴的加持下呢 项目规模高到近1000m的 我们去看一下 而且据说开放就吸引中轴网红纷纷到场打卡 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打开看吧 一条城市中轴成就了什么? 相信绿色大街成就了巴黎 珠江新城成就了广州 而在佛山 一条南海城市轴线 南起奎新阁北至展祈峰 承载广佛同城5万亿的红土目标 广佛加速融合 轴线北沿南海值得更多的想象 离水作为林广桥托宝 落位荣城市饭区 约9公里可达千灯湖 约4公里可达白云商圈 而坐落于南海中轴贵兰路北沿线上 碧桂园南海岳城为唤新而来 看看项目周边 齐峰小学齐峰中学 三公里七学府环寺 南海岳城作为碧桂园4.0全配套千五大城 自身配置布容小居 社区将配件两所幼儿园 项目自带的27万方商业综合体 是近两个广州天和城的体量哦 再来看看项目首推地块 环抱420亩 越泥山林景观 南向旺学校 向如遮挡 阔绰视野 书香与自然共融 下面跟着我来参观 广佛少有的使用率超九成的 89方三方户型 比起普通的三方 它可是拥有无敌的景观 阔绰楼具视野纵满阳景 而且三面超阳 采光效果更佳 入门玄关长达2.85米 拥有充足的手拿空间 穿鞋 挂衣 放包 照镜子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进入客厅就能感受到 尺寸带来的精细 客餐厅 厨房 采用时下最新的LDK设计理念 一线贯通 近身长达8.9米 方丈的户型设计呢 会让使用率更高哟 开建约3.6米的多功能景观阳台 晃出去啊就是虎头港的美景和园林了 这边呢还设置了一个洗衣柜 满足生活需求 不妨期待一下吧 哇 89方的厨房也可以做到深U型哦 相信许多厨艺达人都知道 比起L型和普通的U型厨房 它的使用率可高得不止一点点哦 灶台高度 防疫水边 等等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 卫生间的空间也不小 而且还是干湿分离设计 看 这个房间呢 能轻松地放得下一张床 衣柜和书桌 同时呢 还有不计入见面的破景飘窗哟 斜对面呢 是多功能房 只计算一半的面积 别以为89方小 这个主卧是套房设计 与洗手间做到了南北对流 满足日常起居的同时呢 也可以满足我们的便捷和私密性 裤颈飘窗不仅是超大size的 两侧空间还可以设计收纳 做个书架 半个抱枕都不错 南海月虫 户型多样 如果你喜欢横梯 那这个106方的私房 千万不能错过 与老人一起住的 二台家庭的薪水选择 工位呢 就设置在入口处 特殊时效 我们更是要注意 卫生安全 进来之后就是约5.8米的客餐厅开间了 搭配5米的扩景阳台 就问你气不气派 而且客餐厅为智囊扩展到了通道 整体空间 零浪费 106方就做到了四房设计 二台家庭再也不用担心 父母过来居住 没有房间了 主卧 主卧设置了步入室的衣帽间 起居动线在设计之初 就被贴心地考虑进去了 打开浴室的窗户和飘窗的窗户 就能形成南北对流 改善室内通风了 此外项目还有97 123 211方 多种户型选择 看看有没有你的菜 广佛融城大步迈进 千步成改 欢欣在即 如何抓住贵兰路 北沿基域 相信你已经有了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